好,等了那麼久,玩具TV第十六季第九集 終於等到男神家為大家推介這個千直年黑暗版Star Sabra 上星期沒有來,今天一坐下來就被人擺上桌子 還在桌子上磨擦,坐了一會兒,曬了一會兒 我們為了儲多女粉絲,所以一定要等一等 大家女粉絲可以為阿加尖叫之餘 所有男粉絲都可以為這件Star Sabra尖叫 為什麼呢?限定品還要只有200件在香港 然後又說200件在網上,我不記得了 總之就限定吧 限定中的限定,能夠擁有的都是天選之人 我旁邊有一個,我抽的 就是抽被選中的玩具收藏 幸好,我按到的,說回這件事 先看看外合,鐵機巧的正常外合 這次的盒子跟上次沒有大分別 鐵機巧的盒子質量是好的 和簽帖鏈是有些不同 出入 他直接拿硬卡紙再錶紙上去 是很實正的 反而我自己覺得 這次他的Box Art 雖然本身這次的而且確是狂派的劍王史達 但是真的蠻黑的封面 你意思是有些地方可以調光一點 其實我時覺得,譬如鐵機巧本身的照片這麼漂亮 有時如果他可以嘗試用光銀紙 金屬紙底的話 他這幅圖會搶好多 特別是盒子這麼黑的情況 是,免得說 主體如何再突出 就交給鐵機巧或鐵機巧的設計師同事 再說一句話 貴為限定中的限定 就是以黑魂的配色出現 由這個博派轉為狂派 不過我印象中屎納未試過有狂派的身份 印象中有錯請更正 但這次真的是狂派 看到他的色彩都挺熟口臉 也是有種很熟悉的感覺 沒錯,跟之前的塔因感覺上很相似 沒錯,配色上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玩具TV 又或者有看上次你玩的那隻史達 印象中我相信也不會對這件事陌生 不過外形上 或者我自己先說一說 其實整件事不用擔心 無論是造工、KOC、頂級的 對,不過配色上 我覺得他跟盒也有同樣的問題 太沉 黑色的比例太多 其實我在想盒面是否屁出來 所以他這麼黑 我也覺得黑色的佔範圍太多 而且他本身不是黑色佔很多 只是他有撞到的二彩色 他有一個面子 例如一邊是光黑 就是一個光黑的面子 其實他有些造型是黑鐵色 但是他用黑鐵色很沉 沉到一個點是你如果不是很特意 拿燈打下去的話 黑色是黏在一起 但其實他不是分色很弱 只是顏色用得不夠挑釁 所以令到他整個通案很陰沉 不過還好就是 他始終整個東西 他用了很多光亮燈 無論是頭、胸、肩、大腿都有 所以他開了燈的情況下 真的幫到這件事很多 不過如果正常 你不會開二彩小時 你一關燈 那個感覺就回來了 其實我自己覺得 對於我來說 鐵機巧某程度上 就是超脫了一般玩具的感覺 他是挺藝術品級的 即是無論外形設計 一些顏色的用色 即是全賞色 各樣的 一些可動的設計結構 這個即是無敵 其實我常常都很佩服 他就是做LED燈的部分 也很小 因為其實這麼小的東西 這麼多個地方著燈 如何藏燈 他所有的技術都很厲害 你好像拆了很多件 因為其實你每次玩鐵機巧 都覺得厲害 因為你平時玩鐵機巧 沒有燈 你玩鐵機巧的時候 你開它的燈件 因為它這隻東西 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有時在它做這個設計的時候 你要怎樣把燈 在電箱這麼大的情況下 這麼大 是的 因為它電箱有一個限制 你知道 可能兩顆電 三顆電 那個點都有一個尺寸 你要出去塞下去 而且又走到那個燈上去 又摔得到那個帥仔的位置 是很難的 所以其實我經常看到它這些燈 這些燈 或者是胸口的這片燈 都很厲害 我經常覺得很厲害 所以有時鐵機巧 真的很用心 我隨便刷一刷 因為這個最容易刷 我可以看它本身 其實它玩燈 也挺出神入化 我先拆了背部 或者以免產生意外 對 這東西又不是我的 然後Brian又呱呱吵 你介紹一下 胸口這裡有兩眼燈 其實你看到它本身的雙位 很薄 是不是很大 而且在背入電 然後再度回到前面 其實這個我覺得 可能都還可以 不過我經常都很佩服 是這些 即是肩膀的位 對 因為它又要兼顧手 它裡面的部分全部撩空 其實它只有頂部這一塊去做電 所以我覺得很有心機去做 真的很麻煩 我最近在做燈的地方 我經常都拋頭 而且本身真的 我覺得它很有心思 就是整個頭拔出來 下面用來做這個 即是裝電 開關 在後面接駁電線上去 做前面的眼燈 是很漂亮的 不過其實 關於接駁電線上去 這個就是看個人喜不喜歡 因為有時可能電線位在那些地方 轉頭的時候 有機會就會造成意外 或者我用回未成為劍王屎 但你可以看到後面也會看到電線 所以變成扭的時候 真的要遷就住 對 即是你不要在這裡 爽扭 是牙煙的 但是它也挺溫馨的 在它特意在造型上 留了一個套位的電線槽 在裡面 即是創了一條電線 而它有適當的活動空間 是 當然了 其實本身它縱使有這麼多 即是叫電子零件 其實在可動性來說 是不會影響到什麼 它的頸子動得很漂亮 雖然它只靠一個波裝位 好 真的有嘗試繼續 看一看這東西 我先放回頭來 其實它的電線也挺短的 對 又再說一句 其實我們在這裡看了很久 這東西 用著燈 也有三四個字 也沒有什麼特別 它還沒有變暗的跡象 是 好 這東西吧 我這次再玩過 我們這次玩過 一起玩的 我們上次也是 同樣地 剛才的身頸都沒有動過 可以拔出來 手 肩 可以看到它的肩膀位 當然它有一塊甲 也是靠一個波裝去攪 所以變成有限度地動 錢也會頂住 反而玩這些 我又不需要怎樣去鏡 或刮花 這個真的比MB 可以玩得爽很多 其實千席鏈 這個 可能這次是史達哥 油漆的表面 我會覺得它也挺實 正 因為平日玩Metal Bill 是很高興 就再見 對 這個感覺上 你輕輕操玩一點 都可以的 它的承受力挺好的 或者可以靠近 手腳位 因為都是那句 玩千席鏈 真的玩它的關節 是他媽的爽 本身我扭下去 其實都很緊 亦都有一些 遮掘位 整塊件 包住了手肘關節 變得動的時候 會更好看 拳頭不用說了 本身的柱位 留一點點位 令到拳頭的可動性增強 而在拳頭後面 你會看到這個手肘位 亦都有一個關節可以動的 有說明書上也有提到 前臂這個位置 是可以向外拉一格的 這個已經是拉了 沒錯 所以你見到 你根本 你正如你所說 你真的做多給你 這裏你人體都不懂 動兩節 他真的做了兩節給你 就是有多無少 這些就是心機 然後你就會看到 他在手的外甲 這個是額外裝上去的 這裡再拆就是 裡面那隻 即是變成劍王史達 這是一個外甲 自己裝 另外這個外甲 也有個彈弓的結構 這個就是 留給他招 應該是合體的 C王史達 時候使用的位置 我又想起一件事 既然C王會出呢 沒有 就不掉了 你沒有理由 你沒有理由 看一隻黑色 你欠我的獅子才是本體 但是你跟著 其實這件只有200件 那你跟著 如果那隻黑獅王 又是200件 你A搶到這件 接著搶不到獅王 你又黑硬 整件事 真的 這個留給 你又對 留給千席年的Marketing去想 這些真的很 很牙烟 信得歌情失所異 會不會有個比例是 你有種上一隻的時候 你可以優先預訂呢 如果之後剩下那些 就派給大家 類似是這樣 可以想 不過這不是很慘 然後又被人吵 老實說 Anyway 我突然想起 祝大家好運 繼續 手 已經想了很多 真的很好玩的東西 腰 又是那句 你真的 為何可以做到這麼正 你那些遮醜位 本身的腰部 是完全不需要太擔心的 你只是後面有 Main in China 你會不會有雞字 完全沒有任何間隙 可以讓它挑剔 做男人 當然是靠腰部 這樣 只站著那種感覺 那種線條是很漂亮 左右吧 我們拆劍來 第一時間 不用太擔心 會頂住 因為原則上 其實前面的腰甲 都是比腰部低 所以你也可以照樣轉 好了 真是玩回腰甲 玩腳了 所以既然可以去到這個地步 同樣地 大家可以留意本身腰部的大腿關節 它是可以拉下來 之後才調校角度 所以 一個超級老江湖 你可以怎樣踢它都可以 後面的裙甲 可以打開 就可以退後腳了 對了 即是不是玩自己的玩具 感覺真的特別好 是嗎 我也是 我經常覺得 扭玩具 扭自己的眼睛 心裡有點沒有 害怕的 即是有人走過來 有壓力 紅豬領家突然之間 驚一驚一驚 縮回來 還是繼續揭穿群體給大家看 嘩 真是 漂亮到 即是你不可以不稱讚它的工程度 以及設計關節位 即是用無懈可擊來形容 它很細心地用連動去補回穿崩的位置 而 例如膝蓋這麼厚 有時轉完後 它前面會多時有些穿崩 它用連動來補完後 還補回厚度 而它補出來的層層 你會覺得很順眼 所以其實真的很厲害 向直望 你亦會見到設計師在關節的用心 膝蓋有兩層 兩層 然後裡面的膝蓋 本身這個關節位是金屬 再拉下去 它亦有一個甲位去補回顏色 令到整件事是非常漂亮的 神經病 這些不用說 這裡可以拆開 不拆開 浪費時間 腳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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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怕 然後把腳趾拉出來 是 再看一次 然後就可以怎樣移動都可以 去到這個角度 神經病 後面 不要以為不能移動 因為整個施爪是可以移動高的 所以當你移動向後 這組的東西就會拉上去 令腳趾的活動性更大 即是可以好很多 好 其實本身關節大致上 便可以玩這麼多 我想鐵機巧已經沒有人質疑關節了 其實現在鐵機巧是外觀上色關節 你都沒有辦法去質疑它 是 很坦白說 你真的要挑選 不是在造工上挑選 而是在造型上 即是剛才我說的顏色 即是會不會在間隔那裡再想一想 變成可以突出其他部位等等 我們可以把背包合上去 也可以看看對翼 翼打開是有一層一層 然後這裡有一層的細節 第二層的細節 再拉 第一層會更連動 這樣 有沒有這個龍騎兵的感覺 是有的 很棒 然後就可以拉回第一層上去 然後這裡還有一層細節 嘩 霸氣盡老 即是有種自由的蓋視感 即是很高達 即是包括未來的麥加登 雖然退了期間 退了去一月 一月 對 退了去一月 但也很不錯 而且也是那句 即是 最初大家在玩這個變形金剛 說千值年會出而未有任何東西公佈的時候 就在想 變形金剛不變形 我還買來做甚麼呢 但這次鐵機巧 即是這個系列 真是鑊鑊高潮鑊鑊鑊鑊 我真是當它高達這樣玩 即是你不需要你 即是說變形金剛 你不需要你幫它思考這件事 你只看一看槍 我又逐件逐件和大家玩 那槍之前是一個特別版才會跟 普通版就沒有跟這支槍 對 但這也是特別版反正 所以沒甚麼所謂 即是有很多技術可以在槍中發現到 上面下面都是拿出來的 瞄準器 下面那個槍甲 不是 彈甲 彈甲 還有後面那個 他們躺在肩膀的窗 全部都可以拿出來 還有一個彈甲 在 這裡 對 還有一個可以拿出來的 然後還有瞄準器 喔 瞄準器開了 哇 真是神經病 不可以順便拿上手 既然畫得這麼過癮 然後還有史達伯劍 這次由橙色變成紫色 而這個紫色我自己也挺喜歡 它很有邪氣 它有一個技巧常用的一個技術 就是拉劍的時候 刀隔位置就會下來 應該是推上去 推上去的時候就會動 這是一個連動系統 然後還有另一把劍 也可以說是槍 又是劍槍 對 本身是可以安裝在腰部 這個位置可以安裝在腰部 可以拉下來做槍 手掌 然後這個 可以說作刀 也是一個刀套 它就可以打開 然後就抽一把劍出來 你會看到這把劍 這次的配色都挺有趣 它不是銀色的刀印 是一個紫色 即是粉紫金屬色的刀印 然後這把也有一個推 然後就會打開的功能 是很棒的 而且這把劍和槍 是竟然有兩把的 真的可怕 它的槍模式和劍模式 我真的以為在玩 metal build 我真的以為是Gundam seat 但畢竟它的價格也很恐怖 除了你要是天選之人之外 你首先的荷包要回到封口 三千一百多 是嗎 3140 即是你買得到 你也要能夠付得起這個錢 我是付不起的 所以我唯有玩別人那隻 我也是在玩別人那隻 所以很開心 最後 這個盾就沒什麼特別 純粹是賣造型的 有狂派的標誌 其實我曾經很期待這個盾會爆開 我初初也以為是 因為它本身拆了這件 感覺上是一個可以拆散的盾 可惜沒有的 但造型沒有問題 也挺漂亮的 我覺得有點像New Gundam的盾 有 有點遲 再來一句 喜歡千夕鏈、喜歡鐵機巧的 食炒 你看看市面上有沒有辦法找到 好了 找到便宜 找到便宜了 找不到便宜了 找不到便宜了 謝謝大家 先玩這麼多 稍後見 到便宜了 來吧 去人家 再用到便宜了 壓在便宜 可以 走到便宜了 可以 到便宜了 放到便宜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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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